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节课我们已经开始讲了函数项结束的问题 那么我们回讲 我们上次讲了与函数项结束 在X所与D结合里面收敛于SX 我们说这个收敛是我们称为点态收敛 也就是确定了一个X以后 这是函数项结束就成为一个数项结束 那么它就有一个核 然后这个核跟X有关 那么我们说函数项结束在D这个范围内 确定了一个函数SX 那么我们说这个函数项结束 它的收敛跟函数序列 SX的收敛是等价的 这里SX是函数项结束的部分和函数序列 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函数项结束的收敛 所以跟函数序列的收敛 这两者是等价的一回事情 所以我们在后面在举例的时候 往往举函数序列的这个例子 然后函数序列有什么样的结果 对应到函数项结束 那结果也都是一次 好 那么我们说上次我们讨论了 要开始讨论函数项结束的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我们写了三个 第一 就是说如果UNX是连续的话 这个SX是不是连续 我们说换句话说 就是说我们在SX前面求一个极限 去向X0 我们说求极限应该是在这个核记号前后面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放到里面去求极限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说这个极限号进入到这个求核号 我们称为叫逐向什么 求极限 第二个问题是在 如果UNX可导 SX可导 如果可导 SX求导 应该求导符号写在这里的 对不对 能不能写到里面去 这我们称为什么 叫逐向求导 能不能 这又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说上次我们上课的时候 如果UNX可导 如果UNX可导 那我们问SX是不是可导 如果可导的话 那么我们接分号 对不对 写在这里 也就是写在这个求核号的外边 那我们把接分号 写到求核号的里面去 这叫做什么 就这样求接分 好了 这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上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提出来 现在我们一一加以回答 第一个 我们说 UNX是连续的 我们要问SX是不是连续 如果SX连续怎么样 我们说Limit X去向于X0 SX 它是应该等于SX0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SX0什么意思 是UNX 是UNX UNX 它是UNX 把X去X0以后的极限是这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UNX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UNX0写成什么 X去向X0 那么这什么 大家看好 SX恰好是这个 所以是Limit X去向于X0 Sigma无穷大 UNX 好 大家看好 这个 跟 这两个 一个球和一个球极限 正好交换 对不对 好 这是 如果SX X连续的话 就有这样一个交换 或者叫主向球极限 那么我们说 对于 对于 对于Limit N去向无穷大 SNX等于SX 就是我们右边这个情况来看 SX连续 那么我们说 Limit X去向X0 SX等于SX0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 X去向X0 这个是什么 是N去向无穷大 SNX SX0是什么 是Limit N去向无穷大 SNX0 是对吧 是吧 就是 X去为X0以后 SNX0的极限 是SX0 那么SNX连续的 为什么 因为N连续 它的部分和有限相加 到那连续 那么我们说 这就是 这就是X去向X0 那么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 这两个极限 一个是X去向X0 一个N去无穷大 现在是N去无穷大 X去向X0 这两个极限交换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NX0连续 我要用XX0连续 如果连续的话 两个交换 对不对 两个式子嘛 两个式子都是极限运上的交换 我们说 我们说这结果不一定成粒子 10.1.2 我们考虑 我们举例的时候 往往就举函数序列 举例举函数序列 SNX等于X0 N连续 好 然后呢 X是属于 负业导业 这是开区间 我们这里不要考虑 好 大家看好 这个 SX是什么 就是SN的极限 如果是 在开区间 如果负业导业 开区间的话 这个极限是 但是 X等于1的时候 这个极限 4等于1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就到了一个什么 SX 在 X等于1 不连续 但是 这个连续 我们这里 看成是什么 因为我们定义 是在这个方 这个 在 X点的 不连续子 它的什么 左连续 它并不是 左连续 并不是 左连续 好 那么这个例子实际上 就否定了我刚才的结果 对不对 就 SNX 连续 SX可以不连续 UNX 连续 这个SX可以不连续 我们再继续一点 实际上 我们看好 这个 SNX 在 X1 磕倒 SNX 可能 在 1 磕倒 我这里 左导数 对不对 但 它的极限函数 在 X 在 X 不可倒 它连续都没有了 怎么可倒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呢 是在我们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要用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 UN是可倒 SX 是不是可倒 就是说 UN N X N E 可倒 能不能推出 SX可倒 这是一个问题 它可倒 还是不可倒 假如可倒 是否有 有什么呢 我们看 我们希望什么 D DX SX 对不对 这个SX是什么 UNX 对不对 SX就是它 我们说 我们说 对DX 求倒 对SX 求倒 按理说 求倒 记号 是应该在这里的 能不能写到 这里去 假如可倒了 它可倒了 能不能这样 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看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D DX Sigma UNX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跟这个 这个 这个 记号怎么样 又换了 次序又换 对不对 但注意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SX可倒 还不知道 对不对 假如可倒的话 交换 可以 可以不可以 这是应该 那么对 对 SNX 函数序列 缩链的话 那么 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SX 是不是可倒 如果可倒 那么我们说 有没有这样的结果 D DX SX SX 等于 SX 是 N 去向于无穷大 SNX 对吧 秋导应该在前面 写在这里的 现在 能不能写到这里 对不对 那么我看 这是什么 SX 是 Limit N 去无穷大 SNX 前面 前面 再加D DX 好 那么看看 这是什么 这两个记号 又交互了 懂了 所以呢 这个第二个问题 牵涉到什么 秋导跟Sigma 秋导跟Limit 是不是可以交互 那么说 这个事情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们再来看 刚才我们已经举了个例子 看到吧 刚才已经举了这个例子 SNX 在X等于1 可倒 我们说的是周导数 那么 何函数 或者是极限函数 SX 在X等于1 不可倒 不可倒 所以 第一个 这已经否定了 那么我们想再举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呢 结果SX是可倒的 但是这个设置不成 这个 那么我举个例子 我们举例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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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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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显然很清楚 Limit N去无穷大 SNX 它的极限函数 SX 是等于0 大家看 为什么 分子有界 分物 无穷大量 对不对 无穷大量 那么 显然SX 可倒 并且呢 它的导数 也是0 对不对 极限函数是可倒 对不对 那么我们希望什么 这个 这个 DDX SX 它就是0了 它可以写成 怎么样 是SN求的倒 然后再来求这些 是不是 我们希望这样 对吧 希望 希望SN先求倒 然后再来求继续 这N求重大 大家看 这个求导以后是什么 一求导 这里出来个N 消掉 根号N cos n x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指 对不对 左边是0 右边怎么样 右边我至少只要 x等于0的时候怎么样 cosnx是什么 1 根号N 求求大量 至少在x等于0 这一点 这是指不成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提出来 结果在我们点态收敛的条件下 第二个问题 答案又是否定 那我看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看 有Nx N等于1R 可见 能不能推出 sx 可见 能不能推出 sx 可见 这问题 答案也是不一定 假如可见 是否有 怎么样呢 就是A到B sx 假如可见了 那么我有这个解分 我希望怎么 大家看好 sx是什么 unx 对不对 现在可见 那么这里加解分号 对不对 我能不能把这个解分号下到里边去 大家看好 这句话叫做 左下解分 对不对 但这事情是不一定的 懂了 那么我看看这个设置是怎么样 这什么 是A到B sx sigma unx dx 大家看好 现在出来一个什么 sigma跟结分号交换 但这个交换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程度 好 那么我对Limit n去无穷大 snx 它等于sx这个情况 snx可见 sx 是不是可见 不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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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可见的话 我们希望什么 希望 A到B sx dx 等于什么 按理说对s结分 就是在这里结分 要先求结线再结分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把它先求结分 再求结线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么再把这个设置再看一下 sx是什么 是Limit n去无穷大 snx 等会写过来一点 是Limit n去无穷大 snx 这是Sx 这是Sx 它在求结分 对不对 大家看好 结分 极限 极限 结分 是一种交换 我们提了这些问题 这第三个问题又是不一定的 反例 好 我们立 10.1.4 我们看 snx 是等于1到x乘m界乘为整数为整数 0其他其他 x它的范围是在0到1之地 这是D 这个函数大家有意理解了 好 理解了 那么大家这样来看 对那里的n我们说是固定 我们看这个函数 我们看这个函数 大家注意一下 这句话 x乘m界乘要是整数 我要问x无理数行吗 不行 所以无理数的时候全是0 那么x有理数的话它应该写成P分子Q 它说G月份是互质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如果这个P比n阶层大 不行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固定的n 这个函数啊 只有当这个无理数分母小于m阶层的时候 它是等于1 对不对 其余的全是0 那么有理数分母要小于n阶层 多少个 有限个 有限个点上面 这个函数字跳出来了 也就是只有有限个点不连选 好 我们说下面就这样一句话 对任意n固定的话 sn可就 这句话对吧 这句话对的 虽然问题是 sn n去无穷大 它的极限函数 是怎么样的 如果说 x是无理数 它肯定是0 对不对 就对吧 因为在x是无理数的时候 每一个snx都是0 对不对 就现在当然是0 对不对 那么问题是x有理数的时候 那么x有理数我们看x等于p分子q了 对不对 是不是x等于p分子q 就为x等于p分子q 那么我们看一下 当n大于等于p的时候 好 那我知道x乘上n阶层肯定是整数 好 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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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cate函数 对不对 所以不可见 我们举一个例子 SN是可见的 但是它的极限函数是什么 不可见 当然 这是一个特殊例子 对不对 也可能是可见 也有可能不可见 不可见就是这个例子 好,那反过来我们再来举 假如Sx 假如Sx 假如Sx是可见的话 有没有刚才所说的 用算交换的问题 也就是指向求解分 或者解分跟极限 用算交换的问题 好,我们例 10.1.5 我们看SN是 是等于 Nx 1解x平方 Nx 这个x範围是在0 1 大家来看看 它的极限函数是什么 0到1 看到 看到 但是 到x等于0的时候 SNx全是0 对啊 所以 它等于0 问题 问题是x大于0的时候 x在0到一指间 对啊 你看看 N乘x是个无穷 无穷大量 对啊 但是 但是1解x平方 但最为x大于0了 所以1解x平方 作为 灵函数的底啊 对啊 它小1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无穷大量 这是无穷小量 这两个一层 无穷小量 对啊 我们看到很多 题目都要知道了 这个 这个无穷小量 跟这个无穷大量 一层 结果是什么 无穷小量 所以 是0 是6 那么sx可接了 对啊 sx可接了 那么我说 s0到1 sx dx 这个解分是0 因为对接函数是0 我们希望是什么 希望是什么 是 SN 解分以后 求集线 也是0 是不是这样 运算交换吧 好 那么我们看 它是不是等于 n去无穷大 0到1 snx 应该是nx 1.x平方 n次方dx 是不是有这个设置 那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会算 x进去有x平方 对不对 那么 负的两分子n 大家看好 0 1 1解x平方 n次方d 1解x平方 大家看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x进去平方 然后又负号是1解x平方 看到吗 对吧 有两分子 对啊 现在这个解分会解吗 会解 那么我们不解了 就写出来 是两倍的 n加1 n 前面要加了n 不去无穷大 这个极限是什么 两分之业 不是零 好 我们举了些例子 都说明了 在我们一开始讲的 函数像激数它收敛的概念下 或者是函数序列 这个极限存在的概念下 我们这个概念都是什么 都是什么 什么意义下 是点态收敛意义下 在点态收敛意义下 我们运赛不能随便交换 这里面就是什么 就是极限跟极限交换 极限跟求和交换 求导跟什么 极限交换 求导跟求和交换 求极峰跟求和交换 求极峰跟极限交换 等等 不能随便交换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学初等数学 都喜欢这个运赛交换 对不对 是吧 特别是加法 加减乘出 我们有交换的尽量交换 那么现在我们不能随便交换 是不是我们就说 我们以后就不用交换了 不去用这个办法了 那不行 我们许多运算许多计算 你不交换算不出来啊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能够交换的话 我们不去交换 这个当然 那么我们审视太多 现在我们举的例子 只是说明 对某些例子 这运赛不能交换 但是对大部分的呢 它是能交换的 对不对 只不过怎么样 对有些例子 它不能交换 那么我们就要想 这些不能交换的例子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在 它 就是在点态收敛的条件下 而点态收敛的条件下 不能保证 这些运营上能够进行交换 那么我们就来想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 收敛啊 我们收敛 点态收敛 这个收敛的要求 加强一点 好 在这个比较强一点的 收敛条件下 它是能够交换的 那以后我们只要 用的时候怎么 我判断一下 点态收敛 我不判断 我判断它 在更强意一下的 收敛条件 它满足了更强一点的 收敛条件 那我们说 我们用上交换了 对不对 我们病毒师说 我们举了一些例子 哎哟 这些例子出问题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用上交换 我们从此又不用了 不对 我们是探讨里边的什么 原因 啊 我们发现 点态收敛条件不够强 我们把收敛的条件 加强一点 然后以后我们碰到问题 我们验证一下 在比较强一点的条件 要求像 它满足了 它满足了 那么后面全交换 对不对 我们可以利用 极限运用战交换的 这个结果 在计算 在证明 当中会获得什么 很多的方便 好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 显然是点态收敛条件 不够强 太弱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说 Limit N去无穷大 N是NX 是大于SX 这个X属于D 我们说 这个收敛 我们称为点态收敛 它的分析表述是什么 分析表述是什么 它的分析表述是这样 对任意的X零 属于D 任意点固定 然后是对任意的 Y0 我们说是存在的大N 对一切 小N大于大N 有什么介绍 SNX 减掉SX 小于Y0 大家注意 这个小Y0 对不对 是直 SNX 收敛于SX 我抱歉 我应该写X0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固定了X0以后 SNX0 收敛于SX0 这是点态收敛 那么也就是说 对任意的大于0 存在大N 对一切小N大于大N 这个小Y 那我用了 这大N 有什么决定 大N有什么决定 有Y0 对不对 但是 它又跟什么 X0有关 大家注意 这个D 是一个区界也好 一个点界也好 里面 许许许多多点 对啊 对于不同的点X0 这大N是不一样的 我决定是 比如说 D里面 我取一个X1 这个Y0 这个Y0 某一个Y0 对啊 大N有啊 有 大NX1 Y0 比如说是100 我大NX2 Y0 可以什么 可能是1000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大N是不仅有Y0决定 它跟X0有关 这大N大小 它跟X0有关 反映了什么 就是说 SNX 收敛SX 在这个区间底上面 尽管在区间底上面 它是收敛SX 但是在不同点 它收敛的速度 是不一致的 有些点上 它收敛很快 对吧 你一个Y0 Y0等于0.1 大N只要10 就够了 但有些点呢 Y0是0.1 大N 要1000 有些点 大N要1万 甚至于 这要大 那么就说明了 在不同点上 SNX 收敛SX 它的速度 是可以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 现在要 要什么 引进一个 收敛概念 它不仅仅 SNX 收敛SX 而且它要求 在所有的点上 SNX 收敛X X 这个收敛速度 要具有某种 一次性 它要具有某种 一次性就是什么 我们换一个说法 就是说 对任一数人大于0 存在一个大N 这个大N 跟X0无关 也就是说 当小N带大N的时候 SNX0 减X X0 小N 但是大N跟X0 无关 那怎么办 就把这个N 就把这个N X0 要拿掉 而这里呢 这X0 X0 拿掉 这个不等于说 是对一切X 所以 都对了 懂得吗 这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在大N里边 这个 大N跟X0有关 我们要把这个有关 跟X0有关 这个条件 拿掉 这个条件拿掉了以后 我们说 SNX SX 在整个曲阶 所以 底上面 就具有某种 什么 一字形 一字形 好吧 那么我们把这个定义写一下 我们写一下定义 10.1.2 我们说 SNX 一个函数序列 X3D X3D 假如 对任意的 YP0 我们存在的一个大N 这个大N 只跟YP0有关 这大N跟X0没有关系 对一切 N带大N 我们说 SNX 减掉S X 小于YP0 对一切 X3D 成立 那么 如果 对任意的YP0大于0 可以找到大N 大N跟X0无关 那么 对一切 小N大于大N SNX 解S X 小YP0 是对一切 X所以D 成立 大家看好 这个对一切 X所以D成立 那么对任意的X0成立 那么 在X0 再叠 SNX0 收列 你什么 SX0 就是这个定义 比点态收列强 对的 大家注意 在点态收列的时候 一个YP5给出来 大N 找到了 但是大N是由X0决定的 我X0在D里面变 这个N可以变得很大很大 对的 但是这里 这个N 确定 不管你X在D里面怎么变 这大N 有了 我们找到了 那么我们说 假如满足这车 车 SNX 在D上 一致 收列于 SX 这是第一 这算第一个 那么第二呢 我们针对的是 函数项结束 X3D 函数项结束 那么 我们说 函数项结束的 收列性 是跟函数序的 收列性是 我们说 互为充要条件 对的 那我们说 假如 它的 对 部分和 函数序的 这是 这是 SNX 在D上 一致 收列 SX 那么我们 怎么称啊 我们这称 这个函数项结束 这个函数项结束 在D上 一致 收列于 收列于 SX 这是 一致收列 大家看好啊 这是一致收列 一致收列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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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关于函数训练 函数训练 就是它一致收列的定义 那我们说一下 这个 有一个记号 记号 许多书上经常用的 我们说 SN X 我们往往比如说 SN 收列于SX 以前 可以这样写 SX 然后X3D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盘数序列 收列于它 这是点态数的 那么 一致收列 许多书上是这样写的 用两个记号 那这两个记号 这不是左边推出右边 SN X 一致收列于SX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一致收列 跟X所在的区间有关 你在 这个区间上 一致收列 我把区间放放大呢 可能不一致收列 在大的区间上 不一致收列 小的 有可能一致收列 所以呢 这里一定 把这个 写在这里 这是指什么 这是指 SNX 这个函数序列 在点阶 或者区间底上面 一直收列于SX 这是 许多书上经常有这个记号 那么我们要看分析表述 分析表述 分析表述就是上面的 就是对任意的一致收列大于零 存在那个大M 对一切小M大于大M 还有对任意的一致小M大于大M 还有对任意的一致小M大于大M 还有对一切X属于大M大于大M 还有对一切X属于大M大于大M 把这个X属于大M大于大M 把这个X属于大M大于大M 对任意的一致小M大于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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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大 也就是SMX在这个区间上 是一致收列于这个函数的 换句话说 要对进这条什么曲线 那怎么办 对任意数哪呢 大家看好 我画一个什么 我画 这是 以Y-SX这条曲线为中心线的一条带子 对不对 这条带子多少宽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风水表说来看一下 对任意数大于零 我这一条带子 对不对 从这样的大M 对一切小M大于大M 大家看好 对一切X属于第一 SNX-SX小U 什么意思啊 就是对任意的小M大于大M 这个Y等于SNX 这个函数 它的图像是什么 在这条带子里面 这是什么 Y等于SNX N只要带大M 我还读于SNX 这个函数 它的图像就在这条带子里面 懂了 这个几何上的描述就是这样 好 下面我们来举些例子 下课吧 快下课 我们举些例子 Li SNX X 1加n平方 X平方 X所以 可以 我要问大家 SX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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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是什么 N是什么大 大概X等于零的时候 SX是零 X不等于零了 下面N平方 是零 对不对 好 那么我看 给任意零大于零 我们要找大N 大N怎么找 大N要满足什么 SN 它就等于什么 要使它要小Y 1加n平方 X平方 大家看好 是不是 是吧 分模大于 两倍的NX 是绝对子 所以它小Y等于 两N分子 对不对 是吧 是对吧 好了 对任意 我只要 1分数大于零 我去答应的是什么 2Y 对一切 小N大于大N 大家看好 SNX -SX 怎么样 小Y等于 两N分之间 就小Y 但注意 这个小Y 对一切 我们应该这里写什么 对一切 X收益低 满足了吧 那么我说 这个SNX 在这个范围内 它是一致收敛于什么 SX 好吧 我们休息 更多 一些 零